Hello 大家好 我是皮仔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一期关于美妆的视频 这一周就是北美的黑五了 然后现在囤美妆产品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今天这个视频呢就跟大家推荐一些 近半年我用下来非常喜欢的产品 还有最近世道的一些那种人气很旺 网上风很大的产品 那今天视频里的所有产品呢 也都是可以在LookFantastic这个网站上买到的 现在黑五也是他们全年折扣力度最大 然后价格最低的 这次呢也是有一个小小的福利 他们给到我一个独家的折扣码 大家只要在下单的时候输入PP这个折扣码 就会自动匹配全站最低的一个折扣了 比如说西班牙的贵夫品牌月毕师 就是可以六四折入手的 这个品牌能达到这个力度是非常难得的 比如说亚顿家的这个抗老头牌粉胶精华 也是可以五七折入手的 活动机制非常的简单粗暴 直接捡钱 不需要任何的满减压凑单之类的 要注意的就是大家一定要调成中文站 只有在中国站下单 这个折扣码才是生效的 海外的姐妹也是可以在中国站下单的 不管是在国内的姐妹还是海外的姐妹 她们全部都是从英国全球直游的 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下 我比较有推荐大家囤货的产品 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西班牙贵夫品牌月毕师的紧致面霜 这个面霜也算是月毕师家的一个口碑产品了 然后我觉得很多姐妹应该也尝试过 肯定也是有人想要在黑五期间来囤货的 我呢是一个非常干非常干非常干的大干皮 就是那种沙漠皮 然后我这个大干皮用了这个面霜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它非常滋润 就是基础的保湿补水 我觉得它做到了 在秋冬的时候使用滋润力度也是可以的 然后它刚上脸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油润 可能油皮会觉得它有一点点的油 但是我非常喜欢 然后我的皮肤也是吸收的很快 然后皮肤就是有那种刚敷完面膜润润的感觉 这个面霜也是他们家一个抗初老的面霜 它是含氨基酸的 可以增加你皮肤的紧实度和弹性 但它价格在这个品牌里面 其实算是一个平价的面霜 也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面霜 然后它的面霜呢是那种高体的质地 我觉得高体也是比较浓稠的 但是很好推开 然后吸收也非常的快 味道是有一点香的 是那种桂花香的那种花香味 它在脸上也会有一点那种毛孔被填满 然后脸变得比较饱满的感觉 反正我这个大干皮非常的喜欢 这一面霜在黑五期间呢是可以六四折入手的 同时还会送你一个小礼包 这个价格应该也可以说是这个品牌的一个实地价了 我记得之前有个姐妹专门问过 月壁湿的锦霜在哪买是肘扣力度最大的 这次想囤月壁湿的就是可以囤货了 下面就是亚顿的这个粉胶 也是他们家很有名的一瓶抗老精华 那亚顿粉胶最主要的成分呢 就是湿黄醇 也就是大家最近听到很多的A醇 不是现在很火的那个护肤理念 就是早C晚A嘛 早C晚A的意思呢 就是说咱们成年人在早晨要喝Coffee 晚上要喝Alcohol来进行护肤 一个网上听到的段子送给大家啊 不要乱喝啊 早C晚A就是说晚上要用A醇这个成分来抗老 那亚顿的最主要成分就是A醇 但是A醇这个东西呢 如果浓度太高 它会比较刺激 像我之前买过 我就不说了什么眼霜 它就是一个什么A醇的眼霜 用在脸上是有一点点那种刺刺痛痛的感觉 但是亚顿的这个粉胶呢 它里面是又添加了神经纤 可以缓解这个A醇给皮肤带来的刺激 我自己的皮肤也是很敏感的一个干敏皮 但是我用这个粉胶是没有任何那种刺刺痛痛的 那种刺激的感觉 同时这个神经纤呢 还可以修复你的皮肤屏障 也会有抗老淡化细纹 紧致毛孔的一个作用 它是装在这个粉的小胶囊里面 像这种小颗粒的胶囊包装 也是可以更好地保存 它们这个精华里的成分的活性 然后它是那种褶粒状的 完全不油的 所以我觉得油皮也是可以使用的 然后它是很快就可以推开的 然后瞬间 我感觉真的是瞬间 它就从你那个毛孔里钻进去了 使用感受有一点像Benefit那个反孔精英 就是填毛孔的那个东西 用完以后皮肤是有点那种 雾面哑光的那种感觉 觉得它吸收到毛孔里 真的是有把那个毛孔都变小了 或者说填小了的感觉 然后感觉皮肤也更加平整了 这个粉胶呢 我是自己每天晚上护肤的时候 会用一颗的用量 可以涂全脸和脖子 除了粉胶以外 我还买了这个亚顿的金胶 我是他们的粉胶和金胶一起配合着用的 但这个金胶胶囊呢 它会有一点点的挑人 这个金胶呢 它是那种油状的质地 它真的就是一包油 我觉得干皮会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它 但是油皮应该会觉得它非常油 那对于我这个干皮来说 我觉得它很好吸收 渗透性也非常的好 你涂在皮肤上轻轻地按压几次 它很快就吸收进去了 然后皮肤摸起来就是那种软软嫩嫩的感觉 很润很舒适 对我这种特别干的大干皮来说 是非常非常滋润 完全不油腻的 那金胶的主要成分呢 是神经显安 也是可以修护皮肤屏障和维稳的成分 金胶呢 是可以作为维稳和入门抗老的一个精华 粉胶呢 就是一个专业抗老的精华 我呢 一般是早晨的时候会用金胶 晚上的时候会用粉胶 金胶呢 会比粉胶用起来省很多 因为金胶它是那种油状的嘛 所以每次差不多三四滴 就可以擦全脸了 如果你要涂脖子 可以再额外用个两三滴就行了 这个不能一次用一颗 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太油了 我之前是试过一次 用了一整颗胶囊 然后整个脸就是一个那种 油油亮亮的感觉 就像那个猪刚烈的脸似的那种 所以这个呢 是一整颗 你可以用两次护肤 就是用两天的 就用起来非常的省 像这么一罐的话 我觉得用个半年 是随随便便没问题的 金胶粉胶呢 在黑五期间都是五期折的一个力度 差不多就是半价了吧 也会送额外的一个礼品 下面是另外一款面霜 也是非常有名的 蓝蔻的这个金纯面霜 我觉得金纯面霜的味道特别好闻 是那种很高级的玫瑰味 嗯 贵妇的香味 金纯面霜 因为它们的成分呢 是用了50倍的一个玫瑰精脆 这种玫瑰精脆是可以抗氧化的 所以金纯也是一个抗老面霜 除此以外 它们的成分里还有一个 非常有名的抗老成分 就是玻瑟因 玻瑟因也是可以促进 咱们脸上这个胶原蛋白再生的 缓解你皮肤干瘪的那个现象 它的质地是那种淡粉色的 冰淇淋的那种膏状 我觉得金纯比月璧湿这个面霜 要稍微的轻薄一些 它也很滋润 但是完全不油腻 非常好推开 很快就吸收了 我觉得熬夜的时候用它 第二天脸不会有那么的垮 那么的蜡黄 那金纯面霜 也是蓝蔻的一个很经典的面霜了嘛 它就是那种滋润 但不油腻的抗老面霜 我觉得干皮或者说中性皮 应该都会非常的喜欢 那蓝蔻的褶蔻呢 在Look Fantastic上面 是仅限英国占的 褶蔻的力度和时间呢 会稍微有一点不同 我也会帮大家总结出来 然后呢 就是咱们这个叫修补 发际线的这个 秃头精华 Gro Gorgeous 全球最有名的生发液 我感觉现在不管是 哪个年纪段的女生 在买这种头发的 洗护产品的时候 很大的一个诉求 都是防脱或者说生发 我自己也是 如果有一个产品 它告诉我是防脱的 或者说可以生发的 就非常的错误 我就很想买 然后呢 我在网上搜集了 看了很多吧 就是测评啊 推荐什么的 我感觉就是这个 Gro Gorgeous 推荐的人是最多的 我看到的评价 基本上都说 这个是真的有用 就是真的会长毛 我觉得很多人 应该跟我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这个地方 因为可能偏分 分得久了 所以这边的发际线 就会比这边的发际线 要凸一点 有没有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 每次很丑 尤其是想把头发扎起来 就是感觉这边就凸了 这个是我新入手的 咱们这次就是想坚持 使用一下 看它这个地方 能不能长毛 我这瓶呢 是那个强化版的 这个生发液呢 它都是植物成分的 它的那个成分 是可以刺激你的毛囊 让你长毛的 它买来呢 里面会送你一个 这个小滴管 你就把它滴在 你这个头皮 凸了的地方 哪里凸你点哪里 然后呢 轻轻的这么按摩一下 就可以了 但是我要实话实说 它的使用感受 我真的不太喜欢 这个东西 它用在头皮上呢 是那种黏糊糊的感觉 很多人说它特别油 但我觉得它不是油 它是黏 啥感觉呢 就是有一点像那种 你喝那种带糖的饮料 然后那个饮料 黏在手上了 就是那种黏糊糊的感觉 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下 大家的一个使用反馈 有人说 说你要把它滴在头皮上 然后用这个指头这样按 把它按进去 就是不要这样子乱搓它 然后等它按进去吸收了以后呢 你再稍微按摩一下 会好很多 我按这个方法试一下 我觉得好一点点 但是还是有一点黏 然后它的味道也特别的香 这是我唯一不喜欢的地方 但是呢 因为所有人都说它有用 会长毛 那咱就克服一下呗 年就年呗 咱们坚持着试一下 我同时还入手了 它们这个洗发水和护发素 它们这个洗发水呢 也是可以刺激你的毛囊 让你长头发的 而且它是含咖啡因的 可以强认你的这个发丝 这个洗发水用下来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是能感觉到洗头发的时候 没有平常掉头发掉那么多了 洗完头也是挺蓬松的 K5期间的这个生发精华 还有它们这个洗发水 都是可以六三折入手的 如果你是都想买的话 我会更推荐一个套装 这个秃头宝贝三件套 就是含这个增强版的生发液 还有护发素和洗发水 正好一套 你买这个套装 会比你单独去买这些东西要便宜的 而且套装里面也都是正装的 相当于是可以有额外的优惠 下面就是这个Mirai的这个防晒 这个防晒也是我某一年的一个 在爱用品里面给大家推荐的吧 用了很多年 非常非常喜欢 咱们每天都要擦防晒 不管你出不出门 都要擦防晒 养儿能不能防老 不知道没养过 但是擦防晒一定可以防老 Mirai的这个防晒呢 它是一个纯物理防晒 物理防晒是要比化学防晒更有效的 但我之前用过的 很多物理防晒的使用感受都不是很好 但是这支防晒真的是你会非常非常的喜欢 它作为一个纯物理的防晒 涂在脸上是完全不会泛白的 绝对不会有那种白血血的 也一点都不拔干 我作为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干的大干皮 即使在秋冬用它 也是觉得非常的滋润 我觉得它的质地都有一点像那种 很滋润的面霜 非常好推开 然后很快很快就吸收了 擦在脸上又不干 然后也不油 而且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我觉得它擦了之后 你甚至很多之前卡粉的那种有一点干的粉底 你再去上妆 它都会变得没有那么卡粉 就没有那么干了 我现在是直接拿它当一个妆前乳来用的 它那个膏体是有一点淡淡的粉色 擦办以后就是一个小透明 不会对你的肤色有任何的改变 它是SPF50 PA4个加的 其实你是要有一些室外的什么活动也是足够了 防晒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 无敌的喜欢 那这支防晒在黑五期间是可以六七折的 下面一款也是Mirai的产品 它是含维生素C的一个洁面 VC它是有提亮功效的嘛 然后这个洁面呢它是无造肌的 它是不会带走你皮肤上自己分泌的那种天然油脂的 我觉得这一点干皮就会很喜欢 所以你洗完脸之后 脸是不会有那种干干色色很紧绷的感觉 它是那种透明的褶离质地 里面呢会有那种小小的橙色的颗粒 而这个颗粒你在揉搓的时候 稍微能感觉到有一点那种颗粒感 但它非常的温和 一点都不刺激 像我这种干米皮用是完全没问题的 然后那小颗粒也是轻轻搓几下就没有了 洗的也很干净 我对Mirai的这个品牌的好感度非常高 目前我用过他们家的产品 还没有说哪个不好用采雷的 就是都挺好用的 这个洁面它的味道也很好闻 是稍微有一点点发苦的那种橙子味 但是很清新 有点像那种柚子的感觉 下面呢是一个颈霜 这个颈霜它好火呀 就是那种很火的一个平价颈霜 它是一个英国的品牌 说也是获奖了的一个产品 这个颈霜我看到YouTube上 有很多欧美的那种美妆博主推荐过它 而且很多都是有一点点年纪的那种 姐姐美妆博主推荐的它 我先来说一下使用感受 它非常的清爽 就是吸收很快 擦在脖子上它瞬间就吸收进去了 一点都不油 完全不油 非常非常非常的清爽 擦完之后 即刻是有那种脖子嫩嫩的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你脖子这块的皮肤变软了变嫩了 然后他们说是可以简单 高达十年累积的这种颈纹 我目前没有看到明显的说 好像拿一根颈纹消失了的这种神奇的功效 有感觉脖子这边的皮肤有一点点变亮的 就是没有那么暗沉了 擦完妆就可以减少那种脸霎白霎白 但是脖子黑了巴结的那种尴尬 很多欧美国主也会用它擦胸前的皮肤 因为胸前这块可能大家平常不会保养它 最多是擦身体乳 但这块的皮肤其实也是容易长皱纹的 但价格也很便宜 这么大一罐好像200多人民币 黑五的时候是可以打到六四折的 那就真的非常的便宜了 就是白菜大碗 我觉得颈霜这种东西也是防患于未然吧 颈纹还没有完全深深的烙在你的脖子上的时候 提前先保养起来 然后就是我万年推荐的卸妆膏 这个是我用了好多年好多年的卸妆产品 这罐也是差不多被我用空了 非常非常的温和 但是卸得很干净 之前也是为了新鲜感尝试了一些其他的卸妆产品 但我觉得都是没有它这么温和卸得又干净 尤其是眼妆如果要温和的就卸不干净 但这个真的完全不会有那种问题 其实你画了像那种内眼线那种东西 它也是卸得很干净 而且你不小心弄到眼睛里 它是一点都不会刺激你的眼睛 乳化的也很快 就是温水稍微冲洗一下 它就掉了 味道也很好 闻是那种很清爽的绿茶的味道 这个我觉得也不用多介绍了吧 卸妆产品里面口碑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Farmacy卸妆膏呢 黑五期间他们是可以六折到手的 然后是一个这个小唇膏 如果有德国的姐妹应该是知道这个的 这个唇膏好好用啊 它是一个德国的那种评价品牌 据说好像在德国的超市里就能买到 它虽然评价但很好用 我看网上的人说它是可以吃的唇膏 它都是那种天然的植物提取物 毕竟是擦在嘴上嘛 还是选一些成分稍微天然一点的 它的那个质地呢 是介于油状和膏状之间吧 就是我觉得更偏油一点 就是有一点点的油润 但它不粘 就你这样 拧嘴它也不会好像那种拉丝啊 或者粘在嘴上那种 那个油就是流到你的嘴唇 那个边边上那种 它其实挺快就吸收了 不是那种很粘腻不舒适的 基本上是不会粘头发的 嘴巴干裂 睡前擦擦 第二天嘴巴就好了 最后是一个彩妆产品 就是Urban Decay的这个定妆喷雾 我感觉Urban Decay就是靠着 他们家的这个定妆喷雾 还有眼影 吃了好多年的老本 他们家定妆喷雾真的很好用 我这款呢 是更加适合干皮的一款 它是那种亮泽型的 那如果你不喜欢这种亮泽型的 它还有那种雾面哑光的 然后也有适合油皮控油的 他们这个喷头做的也很好 是那种雾面的 然后它那个喷射的范围也很大 不是那种细细的水柱 它是一大片那种大水雾 但是味道很一般 有点那种肥皂水的味道 定妆效果很持久很不错 干皮用的这款 也是有一点点保湿作用的 但它刚喷上去的 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黏 我觉得要扇一扇 大概等个15 20秒 它就吸收了 然后就不会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以上呢 就是这个视频的所有内容 那所有的折扣详情 我也会帮大家整理好 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面 有跟我一样 超级干的大干皮的姐妹 如果大家有啥好用的 也欢迎你们在评论里面 给我推荐 黑五的时候 咱们也可以一起囤起来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